爱奇艺泡泡的朋友 你们好 我是摄氏曼 这一次我在《传塞尼左右》里面 是扮演一个刑事科的警察 然后跟古天乐是扮演一对夫妻 然后我们在这个戏里面 其实因为调查这个鬼故事 所以就把整个故事带出来 就是这样的 平时看恐怖片会害怕吗 害怕 所以我是不看的 拍完之后有克服心理恐惧吗 有 因为拍的时候 因为要非常的专心 还有没有那种恐怖的 没那个气氛 所以就感觉好一点点 对 演过最过瘾的角色是哪个 很多哦 比如说《金字律念》 因为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演 就比较坏的一个女生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 没演过那种很阴沉的那种角色 出道多年追求有没有改变 有 以前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香港的生活 我以前追求的可能是钱 因为我要生活嘛 我要那个安全感 到现在可能我会追求是那个角色 还有希望碰到一些好的导演啊 对手啊 接到一些好的剧本啊 是这样的 想要演但没有演的是什么角色 其实我觉得专业人士 是挺好玩的 还有好像很帅的那种是吗 我觉得 我喜欢律师吧 对没演过律师 作为演员平时怎么提升演技 一定是要看很多很多的戏 还有看很多的书 有没有考虑过上一些综艺 就之前上了一个煮饭的啊 我觉得挺好玩啊 那个新书家道嘛 你们邀请我吧 爱情艺 一句话推荐下常在你左右 我敢拍 你敢看 我的秘密 流落荒岛会带哪三件东西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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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台词是什么 我跟你一起走 最想拥有的特异功能是什么 可以从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 爱奇艺泡泡的观众 我爱你们 啊 我該是錯的